最近发生的台铁泰鲁格号意外 让不少专家批评 台铁的安全防护和风险管理能力严重不足 因为就在一年半前 台铁才发生了普悠马脱轨事故 造成了18死200多伤 阴影还没散去 今年2月台铁自己的电力维修车 竟然还撞上正在施工的盗班人员 造成了两死一伤 如今泰鲁格号撞工程车意外 更成为台铁自1948年火烧车意外以来 死伤最严重的事故 肩负国家交通重任的台铁却事故频传 看在国人眼里是在忧心忡忡 台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继续来了解 泰鲁格号穿越两隧道 时速130通过几个7秒 你就知道你的列车在这边刹车是不可能 如果你做不到这些案件问题 这个地方的路线就不能7秒钟通过 医务入侵轨道 台铁竟毫无防护 他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之后 导致一个重要的意外 这个在风险控管上是不能被允许的 上百位台铁员工列队 声声呼唤同事一路好走 家属捧着遗兆和骨灰 搭上转属列车 要带殉职的泰鲁格号司机员 原唇修回家 北返经过的车站 所有台铁员工 从站长到维修人员 列队敬礼 泪眼相送 专列在4月6号下午2点半 抵达树林火车站 因为泰鲁格号408次 4月2号就是从树林站出发 司机员原唇修应攻殉职 在事故发生前最后几秒钟 他曾用尽全力挽救失速的火车 回顾这起不幸事件 清明廉价首日 由树林开往台东的408次泰鲁格号列车 在出了花莲和人隧道后 轨道上竟有一台 从边坡翻落掉下的吊卡车 司机员看到时已经刹车不及 高速撞上 导致列车出轨 再撞上前方的清水隧道口 事故造成50人罹难 217人受伤 偶此惨犯的悲剧举国同哀 然而回到事件本身 这样的灾难是否可能避免 其实今天这个状况在工地上面 看起来应该也不是太惨见的一个现象 反正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机具的故障 或是一个操作的失误 但一个小小的失误 它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之后 导致一个重大的意外 这个在风险控管上是不能被允许的 吊卡车掉落轨道是造成事件的直接原因 然而边坡没有任何防护 义务入侵轨道没有任何试警系统 造成了严重身亡 台铁实在难辞其咎 这个平面嘛 然后这个上面的高差可能在9到10公尺这个距离 我们在那个道路的法规里面来讲 假如说高差超过1公尺半以上的部分 它就必须要做一些这个牛车去允许 另外在现在的施工的工序 跟我们现有的这个铁道之间呢 应该会有一个fence 比如说这个打一个钢轨窗钢轨墙 然后把它隔绝 不仅仅是要防止工程车的跌落 或者是东西 也防止说可能会有一些天灾 像台风豪雨 会夹带着这个山坡上的土石 掉到这个轨道上来 这里离轨道那么近 就算不要说想象到有车子掉下去了 你有可能落实也会掉下去啊 那竟然连个最简单的安全护离都没有 更何况必须设安全护离等等 防止什么坠落 那些是在工程会的那种 公共工程的标案里面的标准要求 也就是这是最基本功 就是所有的工程契约里面 都有这一条 就像定型化契约 你一定要做的 那这就没做 这就是管理问题 列车在轨道上运行 任何的物品掉落都可能造成事故 因此除了边坡为例外 轨道周边也应该设有义务入侵的警示系统 随时跟列车保持讯号联系 以日本来说日本的边坡 或是像现在我们台湾高铁 有一些边坡防护措施 大概都是采取一些物理性的 例如用钢纜 但是这钢纜上面是有 有做一些感应设施的方式 去防护 又利用电路讯号的方式去控制 假设我东西闯到那钢纜上面 我可以提早 让我的路线的耗质系统 可以知道说 我有可能障碍物 在入侵我的安全范围 举例来说 画面中一辆日本JR列车 正在行进当中 此时系统讯号突然闪灯 通知司机员前方 可能有义务入侵 司机员因此开始减速 在行驶50秒后 通过了障碍物 原来是因为有三名维修人员 正站在轨道旁 日本铁道透过这样的安全系统 降低了事故的风险 2007年通车的台湾高铁 则是一旦轨道发生义务入侵 或是地震等灾害 可以透过天然灾害告警系统 以及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及时通报司机员 甚至通过行控中心 自动介入刹车系统减速 像高铁 如果你侦测到义务 它车辆电脑会立刻下令车子减速 例如高铁通车15年来 只发生过一次的车祸 就是一只羊跑到高铁的轨道来 结果高铁车子立刻减速 这只羊不止没死还没死 它被撞到 但是它工作练很到的时候 它还在旁边吃草 然后就再让车速度自动减低下来 台铁肩负台湾最重要的交通运输责任 全台营运路线将近1100公里 但是却直到2019年才投入2.7亿预算 打算在25个高风险路段 架设边坡全自动监视系统 且至今尚未完成 高铁350公里 它装了大概200个侦测器 大概1.75公里就有一个 那台铁有1100公里 现在你装25个 你等于40几公里才有一个 这是太离谱了 40几公里在台北到新竹才有一个 这怎么可以呢 回到周边缺乏安全防护 盖路段其实风险也相当高 依据台铁规定 太鲁格号通过盖路段时 最高的速线为130公里 因此如果需要紧急煞停 大约需要600公尺的缓冲距离 然而从河仁隧道到清水隧道 却只有短短287公尺 列车通过仅7秒时间 换言之 无论司机员反应多快 都来不及刹车 你知道你这个地方 你开137秒钟 你就知道 你的列车在这边刹车是不可能的 如果今天路线很OK 冰波很OK 我的安全等级就是要高的 如果你做不到这些安全等级 这个地方的路线 就不能7秒钟通过 所以它在通过那一段的时候 让Merry不要130 对 就是我如果觉得路线风险很大 我许就保持40 或保持60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风险管理 泰鲁阁号事件 导印于工地缺乏公安意识 没有编驳监视系统 就连列车的速线都可能有问题 一连串的失误导致事故发生 然而回顾台铁公安室 实在是血迹斑斑 仅仅是过去几个月 就发生多起意外 让人胆战心惊 火车轨道边坡 土石大面积攤房 树木连根拔井 坠石滚落全压在柜道上 好险台铁监测及时发现不对 紧急通知停车 否则当时正要通过的4104 和4148车次 列车上400名乘客 可能遭到活埋 去年12月 台铁喉动到瑞芳路段 发生大规模边坡滑动 差点酿成严重灾害 吊车工被夹在车厢之间 一群人七手八脚 想要搬开两节车厢 却怎么样也搬不开 最后出动油压工具撑开 才将吊车工给救出来 但人已经被夹扁 今年1月 台铁屏东潮州车辆基地 发生吊车工 在进行作业时 竟被车厢的风挡给夹死 今年2月在台东海端 又发生电力维修车 撞死两名自家员工的悲剧 家属悲痛 哭求公道 台铁从头头的事件 到海端的公安意外事故 到这场事故 它三场事故都跟路线旁边的工程有关 可是这三场事故里面 我们发现到一次比一次严重 然后一次比一次的状况恶化 早在那个时候 老天就在告诉台铁这个警钟 就是你的工地不安全 你的工地可能有风险 你应该想办法把这个风险 想到最低 接连的意外 不只每日靠台铁通勤的乘客感到不安 天天在轨道上工作的员工更是忧虑 其实不是只有这次的事故 包含今年的1月2月 发生这个事故之后 有非常多的同事 大家都会说 他不敢跟家人说 他具体的工作内容在做什么 因为大家看到新闻都会很担心 这样子的危险的工作场所 那可能家人就会说 那你不要来 你不要来做这个工作了 因为这个太危险了 百年老练台铁 近年来员工流失严重 产业工会指出 能力不足的情况 影响了运输安全 例如说像今年1月份发生的 加死的这个案件 其实我们的员工 他在私做的现场 规定上面 就是过往大家经验 一直都是至少要三个人 来做这个吊车工作 但是现场就只有两位 那遇到这个状况 台铁的方法就会是说 那不然你两个就尽量做 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是在高铁 或是北捷的话 就高铁来说 它其实在进行 吊车工作的时候 还需要六位 那一旦有少一个人 这个吊车工作就必须要终止 要等到第六位到期之后 才可以做进行 但是台铁并不是这样的方式 它就是不然现场 有多少人就去做 普悠玛列车整辆 横躺在铁轨上 车厢倒倒倒歪的歪 车体扭曲变形 场面触目惊心 2018年10月 台铁普悠玛脱轨 造成1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事故后 由外部专家 成立了台铁体检小组 专家在报告中 一类是起司理论形容台铁 因为各个单位都有漏洞 才发生事故 当时只要任何一个环节 能有效处理 就能阻止灾害发生 上一次体检小组里面 专家学者用了 起司码豆 就是一条光线打过 一层一层冻的起司 给了你五瓶起司 你这个光还可以打得过去 用这个东西去叙述 台铁在风险空晚的机制 上面的不完整 就是我的上面的漏洞 非常多 我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我要在我的营运安全 有一道两道三道的保险机制存在 不会说一个很低阶的错误 就导致这道保险传过去 就直接传过去 请节目掌声鼓励 台铁体检小组完成的调查报告当中 提出144项改善计划 根据台铁资料 目前已经完成了109项 然而究竟是真正改善 还是纸上文章 外界也有所疑虑 台铁的总体检提出了 144项的改善计划 那已经完成了109项 这个数字大家最近都有看到 那这个数字代表了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还有35项没完成 那这35项都是中长级计划 再来 那你短期完成109项 谁说你完成 铁道局是审核的 那你怎么自己给自己打分数 那怎么可能会 会有说服力呢 其实我认为应该引进 就是甚至是外面的力量 努力改变它的监督观 他的五个号事件 让社会对台铁的内部问题 更加关注 也出现了改革声浪 连总统蔡英文 也宣示改革决心 改革台铁势在必行 目前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彻底解决台铁的组织文化的问题 第二 要努力解决台铁长期亏损的产物 请大家不必怀疑 政府改革的决心 对于台铁 我的态度更是无耻 台湾各地的民众 都值得拥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改革台铁 我们责无旁贷 百年来台铁员工 兼负运输重任 陪伴无数民众回家 如何守护这条安全回家的路 就看政府的决心 是否足够坚定